欢迎继续收听由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斗破苍穹》第587回 收回目光 美杜莎直接弯身,当着无数人的面将那名木兰长老手指上的纳戒扯下来,然后再缓缓地走回去,将另外一名长老的纳戒也是取下来。 做完了这些,这才腾空而起,身形化作一道流光对着营地之外掠去了。 随着美杜莎这极度嚣张的行径之下,那些木兰谷的强者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手阻拦,因为他们知道,在一名斗宗强者的手中,他们根本就是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的。 而今夜,木兰谷无疑是损失惨重,整个营地在硝烟和美杜莎的手下血流成河。 一路毫无阻碑地冲出营地,美杜莎一眼就看到了停留在半空处的硝烟。 而后者也看到了他,明显也是松了一口气,玄吉迅速地说道,快走,金燕宗的强者快过来了。 文言,美杜莎瞟了瞟西面的方向,那边一道道充斥着怒吼声的流光正在迅速地冲略过来。 显然那些金燕宗的人也是发现了他们的宗主已经毙命。 微微点了点头,美杜莎身形一动出现在硝烟的身旁。 玄吉掀手一探,在硝烟那略感恶然的目光中将他手臂抓住。 玄吉两个人犹如夜空中的流星般对着城市之外,闪电般的暴略而去。 有着美杜莎那恐怖气势的弥漫,那些守护城墙的一些强者,虽然心中极为的惊怒,可却同样是不敢随意出手。 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人冲出了城市,最后消失在了遥远的夜空之中。 而就在硝烟和美杜莎刚刚出城,一股磅礴的气息,也是陡然从城中独宗所在的方位弥漫而出。 但这一股气息在发现追之不及后,也只能不甘地迅速撤回。 城市遥远的夜空中,两道人影缓缓地止住, 望着并无追兵追来,都是轻松了一口气。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硝烟脸庞上涌现了一抹笑容,今天可当真是够刺激。 两名斗宗强者的毕命,足以令得金燕东和木兰谷为之发狂,日后怕是也没那胆子再来攻打加玛帝国。 你没事吧? 硝烟偏过头,望着仙手正轻轻捋开,落散在额前一缕青丝的美杜莎,轻声地问道。 话语中的那份关切,倒是掩饰不住的。 只要那小医先不出手,这城市中,倒是无人能拦我。 听着硝烟的话,美杜莎微微摇摇头,不知不觉间,其美眸中那份寒意正在悄然地退散。 硝烟笑了笑,刚要说话,却是听得下方山林之中传来一阵的骚动。 旋即便是大批人影,悬空而起。 目光一瞥,却并非是追兵,而是埋伏在此处的海波东等人。 现身的海波东等人,见到硝烟两个人,安然无恙,都是重重地松了口气,前者笑着问道。 怎么样了,我们刚才见到,城市中乱了起来,刚想冲进去,接应你们的。 硝烟笑着点点头回答,大事已成,最后的隐患,算是彻底拔除了。 文言,海波东等人脸庞上皆是涌现一抹,难以掩饰的惊喜,彼此对视,发出一道低沉的欢呼声。 瞧得众人如此兴奋,硝烟也是笑了笑,将那枚塞进怀中的纳戒取出来,略微把玩了一下,然后灵魂力量侵入其中,片刻后手掌一翻。 一卷由森白兽骨所制成的卷轴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兽骨之中几个宛如鲜血凝聚的血字,刺眼闪现。 三兽,蛮荒诀,望着这卷兽骨卷轴,硝烟忍不住的舔了舔嘴。 难怪那两个老家伙见到自己的举动会如此的疯狂,原来是因为这个东西啊。 望着手中这卷白骨卷轴,硝烟的眼中也是有着一抹难以掩饰的惊喜。 对于那木兰三老所修习的三寿门荒诀,他可是颇为垂涎。 没想到今天居然能真的弄到手中,当真是一份意外之喜啊。 手掌小心翼翼的将白骨卷轴摊开,硝烟的目光扫过,片刻后,眉头却是微微的皱了起来。 怎么?一旁的美毒沙,见到硝烟这般模样,不由得开口问道。 哎,虽然的确是三寿蛮荒诀,可惜,却只是其中的一份。 按上面所说,三寿蛮荒诀分为三份,而这只是其中之一,即便是得到了,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硝烟摇了摇头,颇为遗憾地看到。 文言美毒沙略微迟疑了一下,从怀中取出两枚纳戒,将之递给了硝烟说。 这是另外两个木兰长老的纳戒,你找找看。 其中,有没有剩余的两份? 哦,你将那两个老家伙也解决了? 瞧着美毒沙手中的纳戒,硝烟颇为惊讶地问道。 嗯,美毒沙轻描淡写地点点头,那模样就犹如刚才杀的呀,并非是两名窦黄巅峰的强者,而是两只无关轻重的鸡一般。 见状,硝烟不由地苦笑了一声,自己与他果真还是有着一些差距啊。 伸手将两枚纳戒取过,硝烟灵魂力量探入其中,如今木兰三老都已经毕命,这纳戒上残存的灵魂印记自然也是不堪一击。 因此,硝烟的灵魂力量极为顺利地闯入其中,并且迅速扫描而过。 随着灵魂力量的扫描,片刻后,硝烟眼中陡然涌上一抹狂喜,他手掌一动。 两卷白骨卷轴就出现在他的手中,而这两卷卷轴之上都是有着相同的血红大字。 三寿,蛮荒学。 小心翼翼地将这两卷白骨卷轴摊开,硝烟仔细地研读,扮上后终是忍不住地大笑出声,手一晃便是将三卷白骨卷轴收入纳戒之中。 今天能够有这种收获,简直出乎他的意料啊。 见到硝烟脸庞上的笑容,美杜莎的脸庞上,也是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旋即再度从纳戒中取出一卷金黄色的卷轴递给硝烟。 这是从那燕落天身上得来的,应该算得上是金燕宗的不传之秘。 你若是修习成功,对你好处不小。 有些惊讶地接过这卷金色的卷轴,硝烟将之缓缓地摊开,顿时几个金灿灿的大字便印入眼中,天艳九行翼,飞行斗计。 瞧的这几个字,萧炎顿时一愣,有些愕然地说道,如今他已经是斗黄阶别的强者。 寻常的飞行斗计,根本就难以比得上斗气双翼的速度。 到了他这种实力,飞行斗计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 这并非是普通的飞行斗计,记得燕鲁天那种犹如实质般的巨翼吗? 便是修习了这个东西的缘故。 金燕宗最擅长速度,若那个家伙真的要逃起来,即便是我都追不上。 而这,全是这天燕九行翼的缘故。 似乎是知道萧炎心中所想,美露莎轻声解释说道,其实,与其说这是飞行斗计的话,还不如说是一种飞行斗计的制作方法。 哦,飞行斗计的制作方法? 听到此处,萧炎眼中闪过了一抹惊异,飞行斗计在斗计大陆上已颇为罕见,其制作方法也大多失传,没想到这金燕宗竟然还有所保留。 不过如果真如美读莎所说的话,那这卷卷轴的价值定然不会低于三寿蛮荒诀。 而且从等级上来说,这天燕九行翼,明显比自己的紫云翼要高级许多,速度之上自然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这个东西对你也有不小的效果吧? 萧炎握着这卷卷轴望着美读莎的脸,突然说道,既然连燕落天这斗宗强者都在修炼,那么想必这天燕九行翼对斗宗强者也是有着不小的作用的。 文言美读莎略微迟疑,旋疾,微微点头说, 这天燕九行翼,若是使用一些高级材料制作,那做出来的非行翼对我的确有着一些好处,但若是寻常材料所致,那么效果不大。 萧炎笑了笑,这才将卷轴收入纳戒笑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先保管这个东西了,等凑齐了一些材料,便帮你炼制制作一个对你有用的非行翼。 美杜莎轻声笑了笑,此次倒是微微点了点头。 萧炎转过头,冲着身后不远处的海伯东等人笑道, 哈哈哈哈,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那我们便回黑山要塞吧,想必大哥他们呢,也等极了。 对于他的话,海伯东等人自然是没有意义, 蛇人族那帮家伙,虽然对萧炎能够受到美杜莎如此对待,心理上啊,很不平衡。 可是在美杜莎面前,却依然不敢流露出丝毫的不满,只是一些家伙在心里暗自嘀咕道, 这混蛋小子,等大统领从塔格尔大沙漠回来,看你还敢不敢待在女王陛下的身旁。 萧炎自然是不知道这些家伙心中的想法,因此手掌一挥,便是率先斩动身形, 对着黑山要塞所在的地狱飞掠而去。 其后,大批强者紧随其后。 萧炎等人的顺利归来,自然令的萧炎大松了一口气。 特别是在听到,此行目标皆是毕命之后,平静的脸庞上也是露出了些许难以掩饰的狂喜。 拔除了这两个最令人头疼的家伙,那炎蒙便是能得到一段宝贵的修养生机的时间。 失去了燕落天,木兰三老的金燕宗和木兰谷,即便是心中对炎蒙恨之入骨,可没有了斗宗强者这般震慑般的力量,定然也不敢再像上司一般兴师动众。 而反观炎蒙,不仅有着萧炎,这位能够和斗宗一战的盟主,而且还有着美毒沙这位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 在巅峰强者的层次中已经超过了金燕宗,木兰谷,若是中间力量再多一些,便可以在各种方面超越这两大宗门。 虽说放眼庞大的西北地域,金燕宗和木兰谷也是算不得什么一流势力,可至少比起当年的云兰宗是强了许多。 如果能将这些往日连云兰宗都不敢随意招惹的存在搞得如此狼狈,就足以证明炎蒙的强大。 而假于时日,萧炎有信心,定然会使得炎蒙成为这西北地域数一数二的强大势力。 而到那个时候,想必是面对着魂殿这种庞然大物,也是有了一丝抵抗之力。 我们反过头来再说说被害者,这一场来得极为突兀的暗杀,自然也是彻底的将金燕宗和木兰谷打傻了。 据炎蒙的探子回报,就在暗杀成功之后的第三天,两宗的精锐强者便抵达而至。 然而当他们发现宗内最强横的战斗力,却是早已被人拔除了之后,顿时全都是如遭雷击般的呆滞了下来。 失去了燕洛天和木兰三老,也正如萧炎等人所料,赶来的这些精锐强者,虽然心中怒火中烧,可却不敢再丝毫轻举妄动。 一时间就陷入了僵持之中,而这种僵持在独宗突然宣布退出联盟时,终于被打破了。 金燕宗与木兰谷对独宗的这般举动,自然是极度不满的,可失去了木兰三老和燕洛天这两位斗宗强者,他们的整体实力已经不如独宗,因此即使所有人都是一肚子伙,可最后依然只能极为不甘地带着人各自狼狈地回归帝国。 至于在回去之后,他们的宗门会受到何种激烈的冲击,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而随着三宗的退去,此次危及整个加玛帝国的大动乱,终于是彻底消散。 无数加玛帝国的人举国欢庆时,严蒙这个新兴的联盟也是彻彻底底地映入了每一个帝国人的心中。 此时的严蒙方在这些国人的心中完完全全地取代了以往云兰宗的地位。 而随着战乱的平息,加玛帝国边境也是逐渐的平稳下来。 对于蛇人族,帝国也是履行了承诺,将靠近魔兽山脉的一片阴凉区域划分给了蛇人族。 在得到了一块繁衍之地后,蛇人族心中对加玛帝国人的那份戒意也是削减了许多。 或许随着日后的磨合,蛇人族也会成为加玛帝国的一方强悍势力,而加玛帝国的实力也将会因此而大增。 再加上磨炎和美杜莎之间的关系,盐盟或许将会是从中得到难以估量的好处啊。 随着帝国的安定,磨炎的生活也是逐渐的变得安静了许多。 偶尔修炼,有空的时候呢,便在盐盟之内的丹堂之中,当着众多炼药师的面,动手炼制一下丹药。 在博的满堂喝采之时,也是令得那些心高气傲的炼药师们真正认可了他这个盟主。 虽说在这场战争中,对于磨炎的战斗力,丹堂之中的炼药师已经颇为了解。 但是身为炼药师,最为看重的自然便是炼丹术,而硝炎想让他们所折服,自然也得拿出杰出的炼药术,方才可以。 当然,要比炼药术,硝炎在加玛帝国还真的不会怕过谁,以他如今的炼药术,足以炼制六品丹药。 这在加玛帝国中除了丹王骨盒之外,恐怕也就有法马能够勉强炼制了。 而在这个阶段中,小一仙并没有再发来消息,不过硝炎倒是知道,如今的他,定然已经派出了无数人手四处搜寻,那控制恶难毒体的材料。 一旦他有所情报,必然也会通知硝炎,到时候,恐怕又是要麻烦一通了。 好了,朋友们。 战后的加玛帝国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新状况呢? 与之后事如何,敬请收听《斗破苍穹》第588回。 我相信这个法人的节目,敬请收听《斗破苍穹》第185回נ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